最近中美關係最熱門的肯定是那個波 中美關係由七十年代 一個小球 一個乒乓外交 在美國的冰牌代表隊訪問中國 由一個小球來推動中美建交 中共與美國建交 就是小球推大球 而始於小球我看法是終於一個大球 這個大球那些其他媒體這幾天講很多 有幾個疑問出來了 第一個疑問 習近平知不知這件事 是否他親自下令親自保存 對嗎 你說如果他不知道 不知道有這件氣球飄過美國這件事 這樣就很大件事了中國 就是手下有人意圖挑起中美軍事對抗 來夾他上桌 他應該短期內軍方又要人頭落地 這就是他不知道 但我不信 他一定知道 我的判斷習近平一定知道 所以他下歹 Liang 會透過 他不信 所以現在的中共是否有 現在我不信 問他們 你不信 現在港元 但你現在是正在聯邦 吃不清 他不信 他是否痛苦 我 大理 你不信 他是否 在國會演講,中臨開了桌子已經被他鎮碎了,項龍十八掌 那怎麼辦呢?習第一路天下震動,結果是什麼呢?動他 可能習近平當時拍桌子,或者說一句,教他 可能是這樣,習近平當時有沒有搞錯? 他說什麼?邀請蔡英文去美國國會演講,動他 可能說這句話,至於怎麼動呢?就是下面的人去做 聖上叫動,那怎麼辦呢? 派我們的墨魚號、烏賊號、魷魚號,三隻過去借去 那個不行,我們那些是隱形飛機、隱形戰機 美國那些是看到的戰機,我們打不到,很危險 我們三隻墨魚烏賊和魷魚號,分分鐘沉了 這樣便宜一點,戰機又行不行,美國的戰機都挺厲害的 好,我們便宜一點,用個氣球,這樣飄過去,用多幾個 街上講到街上有些說法之後,我覺得很可笑 他說氣球雷達探測不到,這些是幼兒兼白癡的說法 我笑到為什麼會用氣球? 那些氣球,氣球直徑是60呎,60呎即是什麼? 整架巴士這麼大? 是三架巴士,下面的東西已經證明到 你想想,吊起三架巴士的氣球要多大? 雷達如果這樣也測不到的話,那就死定了 雷達測不到,肉眼看得到 肉眼都看得到,對不對? 雷達測不到這些說法,我笑到為什麼會用氣球 原因就是為什麼用氣球呢? 第一,戰機,空軍,海軍,如果依聖上的旨意,去教他 因為這些都會隨便宜,被人打死 但是你看那個氣球,便宜一點,還有一些衣動 中國人先想過縮,萬一被美國人發現 我們說,這個是空氣衛星,不是氣象衛星 就是賴,氣球可以賴 還有第三件事,最主要最主要的 放過氣球,今上看到 氣球這麼大,斷管美國的雷達一定看到 看到一定小提大作,一小提大作 我們今上知道我們有做事 正常我們做了事的了 目的是這裡 第二,你說美國是否真的看不到 怎麼會,人家整條track出來 氣球在新疆飄飄,經阿羅漢群島一邊飄下來 第二個問題來了,我請講習近平知道嗎 我本來知道,只不過他未必知道是用氣球 是下面那班傢伙,下面那班傢伙 是希望習近平知道他們做了事 所以才用這個氣球去做 第二個問題,拜登又知不知 拜登是不可能不知的,我的判斷 為什麼應該一早有人跟他說有氣球 就算不知,因為原來那個氣球 在加拿大空軍上天空想射,射不到 射不到,射不到當然第一時間通知美國 老闆大哥,我打不到,因為太遠太高 加拿大空軍去不到這麼高 立即叫大佬美國,美國可以,OK 就這樣引進來 整個計劃為何拜登知道而不說呢 因為拜登也清楚知道,布林肯要去中國 他不想破壞美中之間的關係 所以就秘而不宣 所以在這個判斷情況下 我覺得拜登是不可能不知的 結果很捨不捨,陰差就有陽錯 有架飛機的乘客,民航飛機的乘客 在大空就看到氣球影低了 糟了一下穿了就沒理由不說了 至於國防部的解釋說 我們不可以在人煙陸地上 因為人煙多,這個是今天的藉口 美國一出了拉斯維加斯 才陸到阿拉斯維加斯 那些全部是沙漠地 一路去鹽湖城,Denver一帶 Montana那裡是森林來的黃石公園 你的氣球只是跌下來,你說扔死隻牛 人哪裏有黃石公園 你試試在黃石公園扔手榴彈 扎不扎死人 這些是多元的藉口 問題是為何美國明知見到氣球 有它繼續飄,飄到南卡羅列 聯亞洲海岸才射低它呢 這件事拜登有高招,這隻真是老狐狸 你現在看回頭,證明一件事 愛國主義教育不是中國共產黨獨有 現在美國這次親自上一堂 愛國主義教育給全美國人民 這個氣球一飄,又飄進美國,黃花了美國 切了一半,跌下來 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反感度去到八十幾 即是說,今年到明年這兩年 美國大選,反中共已經一定是主軸 因為現在是說,誰不反共的話 誰不罵共產黨,誰不跟中國 誰不跟中國拆動的話 誰不運行,擺明這件事 因為現在是群眾不妥理 是群眾不妥理大陸 現在是,出兴了一群美國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習近平知道這個氣球這樣放有效果的話 為何還這樣做呢 他不知道有這個後果這麼嚴重 唯一解釋是說 如果你一個這麼高的領導人 不知道放這個氣球可以引起這麼大的後果 我就真的恭喜你了 這個加速師這個名字真的名不虛傳 真是,現在的情勢這樣下來做成什麼後果呢 第一,麥卡錫必然會高調去台灣,聽清楚是高調 一定會去,重要是高調去,還有不止Donald Trump去 我相信國會外交事務部聯席會議主席 這個Texas參議員,Senator 不這個是眾議員,House那邊 他應該會一起去,我想還會有更多 更多民主黨也會插隊一起去台灣 我相信未來去台灣的所謂美國的議員代表團 會浩浩蕩蕩蕩,很大量 還有很高調公開跟你說 我們搭哪班機幾點,經哪條航道,下哪個機場 因為金柴明說過,麥卡錫那時候我們派空中戰機夾到你廈門 不是金門,夾到你廈門 我就真的想看看,如果特朗普在機場你夾到你廈門 我就想看看結果會是怎樣 金柴明你不造成傢弟 這些綁票的行為,你夠膽作為一個國師的口中說出來 這個國家我真的恭喜你,這個國師,你真的沒得頂 你們good idea,不造成傢弟 傻傻的,現在搞到火紅火綠 最令人擔心的是,跟著來的那步,美國怎樣玩 蔡英文去不去美國,現在這樣的情況去的機會是大的 你一旦去美國的話,就認同美台,嚴格來說中美建交,俗伏交 兜巴兜巴掩到你,共產黨很認的,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怎樣呢?第三個隱憂是什麼呢? 台海或者南海隱隱若若可能真的會出現軍事衝突 我看是判斷,台海未必得,因為台海現在太大 全世界在關注,但南海呢,大家記得 大陸在南海有三個海軍基地是遺焦田島出來的 本來是焦,海牙法庭判了這是焦 既然有海牙法庭的判例,美軍在海上的霸權 加上世界各國,法國,英國,德國那些艦隊 它在南海將你所謂霸佔島嶼成為軍事基地 它說執行海牙法院的判決令,強制將你佔有,迫你走 然後這些海軍基地,由這些所謂外國聶強那些重新霸佔 大家又說,有沒有什麼可能發生呢? 一旦有什麼發生的情況之下,這場所謂世紀海戰 本世紀第一場,中國與其他歐美列強的海戰勝負如何 大家有沒有沙盆推演一下呢?當然我們作為中國人 我們當然支持麥如浩、張如浩和尤如浩,戰無不勝 對的,你這麼厲害,不打人家誰這麼厲害呢? 我一直忍憂,會不會這個南海這個軍事衝突會升級 因為外國和美國為首的歐美列強 是帶條道理,執行海牙法庭的國際法庭判決 他帶條道理,去出兵的,尤其是你現在大陸搞到這麼大件事 你入侵了別人的領空,你現在還在不承認 還說別人手段過激,怎樣怎樣怎樣 我真的笑一笑,同樣的,如果有一個外國的航空器 入了你那裡,你試下不打它下來,你忍讓它,好嗎? 如果這樣也可以,氣球這樣也可以,這樣跟著 已經有人提出過,突破大陸的網絡封鎖 找些氣球過去做電信接收,讓中國人可以看到外國的網站 隨時這樣也可以,如果你不打它下來,你說人家打氣球下來 是過激,人家明天一千幾百個在你上空做這些通訊氣球 你怎樣呢?所以這件事,將來的歷史,這件事,氣球這個事件 是肯定入了史冊,由一個氣球可能牽涉到很大的危機 令中美雙方現在去到一個準軍事對抗,是相當危險的 這件事相當危險的,所以這個大球的後果會 真的大家亦無法逆這件事,你猜不到美國人民這麼大的反應 而這個反應將它直接影響到美國下一任總統是誰做的 是直接影響的,你看著,這兩年對中國的立場只會更強硬 現在是擺明一樣東西的,這個氣球事件爆發之前 你看美國的部署,美國亦都想和中國和解一下,包括今天 最新,今天是星期三,最新我剛剛看了一兩句,我沒有詳細看 拜登的國情之文,亦都說得很清楚,不是很強硬的對中國 我們希望和中國是一個競爭關係,不是一個鬥爭的環境 軍事對抗,他都不想發展到這裏,算是溫和的 在氣球事件之後這樣說,真的算是溫和的,算是溫和的 如果大陸在這方面,他還要求某某麥卡錫不可以去台灣 你不可以邀請蔡英文,還說這些的話,就很嚴重 現階段大家緩和一下,討順些 還有現在看一件事,習近平是否真的會去莫斯科 如果去的話,又是散硬的了,又是散硬的了 即是不要說美國現在和我們頂到行,好,我們就去莫斯科 這樣的話,對中國的經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很老實說 習近平去莫斯科,即是說明了一件事,東西方重啟冷戰 一旦重啟冷戰,一旦對物資資源進行出入口限制的話 中國這種經濟過去這20年,發展成兩頭在外 即是原材料在外,加工製造產品,消耗外國 這叫兩頭在外,這種經濟形態之下,一旦發生冷戰 就非常大件事,大家想到你的經濟就是必然崩潰 很多人說我們靠來需,現在你有沒有看新聞呢? 那些人民食堂開始倒閉,人民食堂開始經營不到下去 搞了幾個月,三個月不夠,為何人民食堂經營不到下去 不是?歸根結底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 為何叫社會主義的問題? 不是有大陸飯,大家好嗎? 不是,食堂我開的,碗碟碟碟碟碟,有甚麼爛了 我問銀河包花錢換一批碗碟 讓人覺得乾乾淨淨淨淨淨,你們的客人就有信心來我這裡吃 食堂是阿公的、阿爺的,碗崩了一塊,那碗只有三四分之四,繼續用 我報了給單位領導,單位領導還沒空處置 他沒有改善動力,社會主義問題在這裏 沒有了推進進步的原動力,什麼都是報單位,報領導 領導又要審報告上去審批了下來,我們先去改 那些客人就走了,你說這套東西我們是個體經營的 嘩,碟花了一點點,換,那些客人一見到天天來吃 吃東西這麼開心,提示給多點有什麼所謂,鬧鬧字很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大陸現在是一個十字路口, 你中美關係一旦再不復常搞好,你再這樣一頭中下去, 往死裡啃的所謂,真是看不到中國的經濟, 當然很多人唱歌說好好,但這是我的智慧問題, 我承認的,我蠢,我沒眼光,我看不到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經濟還可以發展到過去三四十年那樣, 這件事已經超出了我的學識範圍, 這樣搞成功的話絕對是諾貝爾經濟後長得住的, 絕對,但當然未有這樣的案例,